永淮古记 刘备驾崩也在白帝城的永安宫 想象礼仪帐经其仍在山中飘扬 白玉殿在荒郊野寺中难寻影踪 古庙山树松树上水鹤筑巢七夕 逢年雨过节有前来祭祀的村翁 武侯祠与刘备庙常年附近卫林 生前君臣一体而死后祭祀相同 平息 这是杜甫永淮古记五首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推崇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关系 杜甫借村翁也老对他们的祭祀 轰托其遗迹之流泽 但是对于玉殿的虚无缥缈 嵩山七夕水鹤 杜甫发书了无限感慨 作者杜甫 西元七百一十二年至七百七十年 自子美 襄阳 金湖北省襄阳世人 举近是不地 殷游长安 唐玄宗朝 奏复三篇 帝奇之 史黛至极弦 树上附诵 高字成道 唐宗宗拜佑时宜 作坊棍式 初位华州司宫 鼠鸡乱 器官客秦州 傅心采向立自己 流落渐难 言无表位参谋 简教公布袁外郎 往来魁 紫尖 大立中 克磊阳 一夕 大醉 族 年五十九 祝有杜宫布集六十卷 祝有杜宫布集六十卷 志美宫布集六十卷 老杞联は 末尼宫布集六十卷 四十卷 石塑利 江川 月宫布集六十卷